可以調節高度的記憶枕 還有搭配底部可收納的床架 各大品牌商業置入賀龍夜夜秀 隨著節目涉入歧視言論 床點品牌搶先暫停合作 就連轎車平臺也表達抗議 目前節目一共十七個組織企業 贊助商除了這兩大家終止合作 陸續有另外四家也依序表達抗議 曾上過節目的時代力量 以及臺灣激進黨也聲稱自己 只有單極贊助 但臺灣激進黨則是大動作 提出告訴 選前臺灣激進黨立委候選人吳新代 扣斯宋曼角色 麥莉拉票 臺灣激進黨表示 因為小檔選舉曝光不易 確實有付費上節目 才會被列為贊助廠商 針對歧視言論 持續延上 也已經提出民視損害賠償 主持人為出面止血 有網友就發現賀龍臉書最新貼文 裡面大約五百個按愛心的人 幾乎都是越南人 疑似買網軍 直接被抓包 賀龍神隱至今 前女友籠籠也看不下去 這五十啊 才會看我比你弟別人 然後自己好過一點好不好 那麼前才又一樣 目前節目製作人 霍金道歉滅火 表示製作疏忽 助理主持人Albi也表示 因為現場回應太大 導致聽不清楚來賓說的話 唯獨主持人賀龍沈默不作聲 有沒有可能這個風頭很快就過了 讓子彈飛一回啊 不一定要那麼快做出這個相應的道歉啊 或者是沒有 還沒有找到這個面對最好的 這個策略之前 都會採取等待的這個策略 整理言論 網路罵聲不斷 PTT創世神 杜一錦也分析 網路的世界裡面流量就是真金白銀 直白分析 對錯言上 互唱道歉不重要 只怕沒有流量 三線新聞 許教委 消防民 台北採訪報導